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ill start the next session. It's about共同塑造21世纪,拜登时代的中美欧三角关系的选择。 那个很荣幸担任这一场讨论的主持人, 我是这个CCG特约高级研究员, 央视原主持人,主持过Dialog for 20 Years, 然后现在是台媒体的国际业务合伙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以下十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我先荣幸地介绍一下我台上这个十位嘉宾, 先是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秘书处执行主任曹金华, 我们没必要每个人都给掌声, 但大家一定要足够的礼貌好吗? 等我全部介绍完了之后, 等我全部介绍完了之后, 大家一起给掌声。 我们节座稍微提快一点。 陈文玲是女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CCG的学术委员会专家。 陈鸿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也是咱们CCG特约高级研究员。 David Blair是CCG的副主任兼高级经济学家。 傅孟兹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研究员。 何伟文先生是中国前驻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的商务参赞CCG的高级研究员。 Michelle Gracie是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 孙永福先生是商务部欧洲司的前司长, 也是CCG的高级研究员。 图欣泉是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CCG也是特邀高级研究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涛教授, 也是CCG的特邀高级研究员。 大家用掌声一并欢迎他们的到来,好吗? 这样,因为有点脱汤,经过我们可以顺言, 但是我建议呢, to begin with, initially, each of the panelists is expected to give a five-minute opening remarks, but I'm afraid five minutes sound a little bit too long. It should be between three and five minutes. Some of you guys suggest strongly you should talk for at least five minutes, but I think it's way too much. I think it's between three and five minutes. 好,接下来有请曹金华先生, 先就今天的主题谈三到五分钟, 把握好时间。 好,那个这里头啊, 今天的大部分的报告人都是这个机构的高级研究员, 我不是,我代表呢,一带一路科学组织联盟, 我的背景呢是40年的国际科技合作的这个实操者, 或许当过科学国际合作局局长, 就这问题,应该说呢, 拜登时代的到来呢, 我觉得中美科技合作呢,会有恢复, 因为呢,最残酷的一段呢, 还是在这个,这个, 现代的麦芭芭, 那个现代的川普这个政府, 是吧, 因为他采取了一些的措施, 就原来呢, 应该说中美科技合作啊, 不是说那么平稳运行的, 你从列入黑这个名单的这个清单的事, 从2002年就开始了, 但是呢, 基本的学术交流啊, 学生交流啊, 还是在正常运行的, 但是在过去的四年呢, 受到严重的破坏, 因为呢, 拜登的这个本人和民主党呢, 对气候变化, 对这个联合的抗议, 对这个, 这个WHO, WTRADE, 重新改变他的这个, 谈判方式和结构,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所以我呢, 自己是相信, 拜登的政府呢, 会在中美科技合作上呢, 也会有所恢复, 这是大的一个点, 有一点我特别强调, 因为这个中美合作啊, 以前呢, 有一个国家科委的主任叫宋建, 其实中美关系啊, 事事如大海, 无事不风波, 就总是有事啊, 对, 但是呢, 这个确实呢, 由你中有我, 由我中有你, 这么一个大的区别, 另外呢,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呢, 应该说呢, 科技也越来越国际化, 以前一篇文章, 有上万人署名的这种状况, 有些全球的挑战, 如果没有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 就解决不了, 但是呢, 正像这个, 我刚才在这个屋子, 听到一个报告人讲的, 有时意识形态, 有时政治, 它并不考虑利益, 它并不考虑国际大趋势, 确实有发生, 但整体来讲, 应该说科学越来越国际化, 这一点呢, 是不会变的, 我再一点呢, 讲欧洲, 因为呢, 这个川普呢, 咱们都讲川普同志, 他是有点不论的, 有的是把跟欧洲的关系, 也搞得很紧张, 你看老太太, 德国的老太太, 到这个马克龙年轻人, 他也都不是给很好的颜色, 所以呢, 整个呢, 因为川普的这种状况呢, 跟, 实际上对跟中国的合作呢, 也呢, 给予了积极的助力, 另外呢, 德国是多边主义, 因为他得卖东西, 法国有很多的创新, 他有独立的, 这个, 这个, 外交路线, 所以跟中国呢, 在信息上会更好, 最后一点, 我想呢, 中国自己得把自己的事做好, 就科技合作来讲, 以前的从政策的角度, 到我们人才的政策, 到软环境的提高, 到这个国际行, 国际合作的模式, 都是值得好多反思的, 才能够呢, 在信息上推动中国的科技合作, 发展。 谢谢, 严格遵守了时间, I so appreciate it, 这个川普代表无反, 反全球化, 反体制, 反精英, 反种族, 反移民等等的, 无反, 然后呢, 中美欧之间恐怕, 就像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在欧盟发表讲话说, 中美之间最大的分歧, 在于一个主张单边主义, 一个主张多边主义, 接下来我们有请, 陈文玲女士, 就这个话题, 发表她的见解。 非常感谢杨瑞主持人, 我是三个方面, 第一, 就是当前呢, 美国最激活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呢, 不是挽救美国的灵魂, 因为拜登提出来, 挽救美国灵魂, 而是挽救美国人民的生命, 也就是说抗击疫情, 是美国头等大事, 第二呢, 不是挽救美国的经济颓势, 而是要挽救美国, 现在的这个国家的运行机制, 导致的一系列的危机, 比如说货币赤字化, 比如说债台高筑, 比如说经济失速, 比如说金融危机, 比如说能源危机等等, 第三呢, 不是拜登和特朗普, 如何交接的问题, 而是要解决美国社会的高度撕裂问题, 要解决一个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的美国的问题, 那么要解决美国的, 现在的种族矛盾, 贫富矛盾, 两党矛盾, 这个社会矛盾, 要驱散, 这个弥漫在美国上空的, 这个麦肯锡主义, 反制主义, 民粹主义, 这是第一个观点, 那第二个观点呢,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呢, 我觉得现在要加速, 重新调整, 如果是拜登执政, 我现在还说如果, 如果他们最近还没有公布啊, 如果拜登执政, 我认为呢, 要有几个重构, 第一呢, 要重构, 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 要重回处理大国关系之道, 第二呢, 要重构和重启对话机制, 那么在特朗普之前, 有96个对话机制, 那么现在加上民间呢, 150个对话机制, 这非常重要, 第三呢, 要重启BIT谈判, 并加速完成, 保证两国的这个投资呢, 能够安全, 并且能够顺畅, 第四, 重回符合国际规则的, 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 取消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 第五, 重启正常的人员网埋, 包括学术交流, 智库交流, 民间交流, 第五, 重新进入全球治理, 全球规则的制定, 与全球秩序的维护, 第六, 推进中美开展FTA谈判, 建立在开放世界中, 中美互补的产业的新格局, 就不要拆了, 全球产业链上下游, 重新链接, 美国的企业也不至于那么难, 中国企业也不至于那么难, 那么第三个观点, 中美欧, 要共同开创, 鼎立合作的新局面, 因为全世界啊, 现在面临着二战以来, 或者说, 经济大萧条以来的, 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 或者叫, 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所以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合作, 至关重要, 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 第一, 联合抗议, 第二, 要, 避免经济进入大萧条, 第三, 要联合维护, 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 第四, 要联合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生荣心, 形成21世纪的人类的新闻名, 谢谢。 谢谢陈女士高建领, 非常精彩的总结, but many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if we're going to have a reset policy abou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despite the departure, or upcoming departure of Donald Trump, there will be the Trump doctrine, 虽然在拜登时代, 川普不在白宫了, 但是会有川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 会有川普主义的国主义, 大约的国主义, OK, 接下来呢, 请崔宏建先生, 这是一位资深的, 以前经常是我节目上的嘉宾, 崔宏建先生, 是咱们现代规矩监研究院的 欧洲所所长, 有请。 So, Thank you, Chair. I would like to take four minutes and to try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three and five minutes. 我想这个, 这恰恰这个balancer, 就恰恰是欧洲啊, 现在想要在大国竞争, 尤其是中美关系中, 给自己塑造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很珍惜 接下来的四分钟时间, 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呢, 大家现在看在这个美国国内政治 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第一个基本判断呢, 就是欧美关系呢, 会回软, 但是呢, 并不等于跨大乡, 关系会回归。 我们看到现在这两天很热闹, 这个欧洲国家领导人排的队, 祝贺拜登当选。 然后拜登呢, 现在也开始回报了, 今天我看了这个回电的顺序, 是英国、爱尔兰, 德国、法国, 是这么一个顺序。 现在这种回软的迹象很明显, 欧洲方面呢, 现在尽管美国国内还在打官司, 但是欧洲方面呢, 非常积极地, 就要把这个拜登当选呢, 做成一个继承的事实。 这实际上反映了欧洲在过去四年里啊, 对他们来说是经历了一场特朗普式的噩梦。 但是接下来, 特朗普走了, 如果是拜登来了, 是不是就是一切能够和好如初?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过去四年里面啊, 这个特朗普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对欧洲这一块呢, 实际上是一个去奥巴马的, 去奥巴马化的过程。 那回到未来四年, 欧美关系能不能出现一个去特朗普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去特朗普化是不是等于再奥巴马化? 尽管拜登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喜欢的, 或者说值得欢迎的旧爱, 但是特朗普这个薪酬, 能不能被旧爱给覆盖?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在这个政策面上, 双方会有一些协调, 但是过去四年, 尤其是刚才专家也讲到, 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 包括它两党在对外战事上的一些共识, 会给接下来美国方面主动调整欧美关系, 制造很大的障碍。 第二个观点, 欧美关系的调整, 是不是等于欧美会一致对华?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首先欧美关系的调整的主要方向, 对双方来说, 是先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四年, 欧美之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而且这些矛盾应该说不仅仅是政策上的分歧, 有些已经深入到结构上的矛盾, 包括价值观上的矛盾。 所以在这短短的四年期间, 我觉得双方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要投入很多, 要花很多的精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觉得欧洲也不会一开始就甘心被美国当作对付中国的工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 欧洲进步最大的一点就是它要发展它的战略自主。 战略自主的一个最大的含义就是欧洲不愿意盲从作为美国推行它的对外战略的工具。 所以我想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第三点, 接下来中美欧三方, 我觉得会进入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频繁的三方联动的趋势。 拜登上台以后, 一定程度上在很多领域界限会变得模糊。 比如说在多边事务方面, 在气候变化等领域, 中美欧实际上有了更多的合作空间。 也包括在恢复经济, 包括在重新制定经贸规则方面, 我觉得中美欧都比特朗普时期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所以在共同利益, 在共同需求吸动的这些领域会有合作。 但是在一些领域, 比如说政治, 外交, 人权, 安全, 这些领域我觉得矛盾会更突出。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面临的是中美欧三方一个浅牙交错的, 非常复杂的一个互动的背景。 换句话说, 在共同利益领域呢, 三方都会很积极。 但是在一些重大分歧的领域呢, 双方都会变得更保护, 甚至或者说变得会更进攻性。 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四年, 中美欧的三角博弈会成为这个世界舞台的一个非常重头, 甚至衷心的剧情。 谢谢。 非常感谢崔老师。 很精辟的, 非常有实质内容, 有大量信息的, 有观点的这个总结, 尤其是这个美欧跨大西洋的回暖, 不见得意味着回归, 而且呢, 这个默克尔首相总理已经讲过, 欧盟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要更加自主, 所以这些points我觉得崔老师都讲得非常的明确, 但是呢, 拜登他是个跛脚鸭, 这个参议院一直在美国的共和党手里, 众议院又丢到了实习, 然后呢, 这个要有疫情, 所以呢, 他能否有能力, 有精力能够推动改善美欧关系, 跨大西洋关系, 这是一个open remarks,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David the Blair, yes sir. Hi, I'm the only American on the panel, 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U.S. policy, but I don't represent either U.S. government, so if I sound cynical and worried, it's because I worked in Washington for a long time,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I think some reality is on the ground. I think there's been a lot of celebration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week, and I don't want to throw cold water on a party, but I do have a lot of fears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what's going to continue to happen. Churchill famously said that history is just one damn thing after another, and I think we should look very closely at what kind of damn things could happen and look at ways to avoid them. and I say I sound a bit cynical, but I've lived long enough to see that foreign policy never turns out as good as you hope, but it often doesn't turn out as bad as you fear to. So, okay, let's look at U.S. foreign policy theory. The U.S. sees itself, this comes from Anglo-American history, sees itself as the world leader, and leadership is a key factor that both parties have followed. Trump less so, actually. Biden wrote a piece recently called America Can Lead. Hillary Clinton wrote a piece called America 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So let's think about leadership can be good and it can be bad.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 saw itself as a provider of security for Western Europe and for Japan, and it was willing to give up economic benefits in order to gain those security benefit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merica's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ts policy is, and it's basically following a long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policy of securing its homeland, its home region, and being sure that there's no major competit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So the British, for many centuries, tried to create a balance in Europe while having security in its homeland.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followed by either American party. So I think you're not going to see a big change in the core factors that are driving American and Chi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s in the next few years. You may see more talk. You will probably see a change in atmosphere, but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going to change, in my opinion. I hope I'm totally wrong,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change. There were a lot of things that Biden said that were very anti-Chinese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he compared Kim Jong-un to Hitler. So there are lots of dangerous possibilities there. I think that was just campaign rhetoric. I hope it was just campaign rhetoric, but I'm not completely sure. Now, I have some questions. I mean, let me just jump to the questions so I don't run out of time. One big question is, wi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top trying to form an alliance of countries against China in this region? I think the answer to that is no. I mean, I was in Washington and in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hips were not good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y were very good dur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ut not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a lot of hostility already building toward China. The national security apparatus saw China as the future enemy and still does. Wi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top a military built-up designed to counter Chinese strength in Asia? I don't think so. Wi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top using long arm of the law policy basically us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internet system to enforce its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either. Will they stop trying to thwart China's tech ris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I think the U.S.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hey don't want to see China as a peer tech competitor and they're going to try to stop it. Now, what that entails, we don't know. And I don't think it can succeed, but I think it will continue. I do hope that some things, I hope we don't get into a fighting war. I mean, we talk about trade wars. Well, fighting war is much worse than a trade war. I think we'll just muddle through on the sort of the geographic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tc. and things won't really change. But I remember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a lot of talk about we've got to send ship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ove that China doesn't ow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kind of stuff was constantly talked about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o I think if I,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be coming in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at were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the pivot to Asia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I can't see that they've changed their views. I hope there's going to be a better atmosphere, but I think the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have not changed. And one thing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a lot of talk. We meet with trade people here and we meet with commerce people here. 30 seconds. Thank you. State people here. But 90% of the bureaucratic fights in Washington are won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ies. And I think they will win most of the fights going in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ver. Thank you. We appreciate the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voice. Therefore, you're allowed to talk for extra 10 minutes. Don't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ank you. We appreciate your very deep, insightful analysis about the culture, political one in the D.C. and your pessimistic notes and cautious optimistic sentiments on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接下来呢,是有请傅孟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好,谢谢杨主席啊 邀请 这个 谢谢时机机邀请 我们参加这个会议 我想是 我们也中美关系啊 谈三点看法 一个啊 就是说 这次美国大选 虽然还没最后 定夺 但是我 还是以 江云的一个 拜登时代 作为主题啊 那个 来谈一些看法 应该说 拜登上台以后 他的 独边主义的立场 他反对 遵循整个贸易战的态度 可能是有 是有比喻特朗普的 所以啊 从这个意义上讲 拜登是 他的美俄关系 中美关系 可能会有所 从基本上讲啊 是有所缓和的 可能回归也好 像美俄关系 接近也好 都有一些 这个迹象 第一点呢 就是说 从政策上讲的话 这个世界 可能会形成 美俄 也包括日本 为一方 中国处于另一方的 这么一种情况 我讲这价值观 作为导向 美国是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欧盟也是中国 为一个制度性的 这个挑战 所以 以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观 划线的话 美俄关系 可能走进 共同地应对中国 世界上 可能形成一个 二元并存的 国际体系 这个 拜登呢 他是更讲 重塑美国的民主的 也更强调 民主党的传统 更强调意识形态 所以我也想 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 可能啊 就是还是不利于 中美欧瓦三方的互动的 那么第二点呢 在经济上 我个人认为 可能会 就是 美中欧瓦三大经济板块 将成型 更加注意啊 完全区内的 这个 机制 区内的优先 国内的这个疫情呢 更多地得到重视 因为 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呢 世界受到严重的冲击 价值链 产业链 都面临重组 企业回归 本土 或者回归 这个周边啊 将会 得到重视 所以产业链 供应链 物流链 价值链 有可能 就是 进一步的收索 收索到 以美洲 或者是以东亚 或者欧洲 三大这个 这个 板块的这么一种 体系 最后一点呢 中美之间也好 美欧之间也好 中欧之间也好 存在竞争 但是在战略上 都很 很难像以前一样 欧洲准备美国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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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 这个独立 这个独立自主性 会更加突出 各方面有竞争 也有合作 会 调适相互关系 实现危机管控 同时啊 也保持这个 这个政策的 这个独立性 所以我想 今天的这种 无论分成 两极的 这个体系也好 还是三大板块也好 跟以前是 不完全一样的 不完全 意味着 这个对抗 这个公平性的 诉求啊 会更加 这个强 这个 得到重视 其他国家也不会 唯一一个独立国家 马首是真 包括三个板块之类 也都是一样 各国的自主性呢 都会加强 所以我想讲的 这个 大概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 就是 更加 像俄罗斯一样 他也不会选边站 日本呢 他也不希望韩国进入 这个积极峰会 德国 他也不简单 认同 这个美国的 特朗普召开 这个积极峰会的 这么一个考虑 所以这是以前 是不可设想的 欧盟在某些问题上 与美国有共识 但强调战略自主 主要是针对美国 同时也针对中国 所以我想 以后的事业 前面有专家提到了 竞争 可能更加复杂 合作 也很难避免 谢谢大家 谢谢傅先生 中国前驻 纽约和旧金山总领馆的商务参赞 何伟文先生 谢谢主持人 我发言三个问题 第一个 在所有问题的前提 是拜登当选 因为现在并没有宣布 我们也并没有官方确认 如果说最后 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说的都不算数 但是我相信 最后是拜登 是当下一届总统 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 拜登可能是弱势总统 或者短期内 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给他留下的 不仅是一地鸡毛 到处都是地雷 还有好多绿林好汉 而且是一个 有七千万选票的 一个强大的 反支持特朗普的 一个铁杆阵营 所以在此 他受到国内很大的牵制 在国外呢 他短时间内 恐怕一时也很难 有很大的作为 这是第一 第二 如何拜登 如何推进 他的外交政策 来改变特朗普的 留下的遗产 第一个 要重归多边 支持多边主义 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对整个世界 是有利的 对中国 对欧洲都有利的 第二 他要重塑美欧关系 而且是说得很清楚 美欧以及其他发达国家 占世界经济 50%以上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 共同来维护世界的秩序 而由美国重新回到领导地位 所以他这个 回归多边的目的 不是说当学生 而是当真正的头 第三个 然后呢 在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中美之间 过去被特朗普的时候 留下的是 几乎关系走到了悬崖边上 现在他会进行一些修补 然后美欧之间的关系 会进行修补 但是在特朗普的时候 由于推行的这一套呢 欧洲的作用反而增加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世界多边的一些问题上 当然中国积极自治 左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无论从抗议 无论从这个气候变化 还是在WTO的改革这方面 似乎欧盟起了更大作用 今后拜登的情况下 会不会是这一情况 可能不会 好 然后第三问题 就是拜登上任以后 可能的变化 第一 欧盟和美国走进 这是非常明确的事情 但是欧盟和美国的关系 不会是铁板一块的盟友关系 欧盟要在里边 寻求自己更大的作用 第二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拜登定位 中国是竞争对手 和又有可以合作 所以既然是竞争对手 而不是像特朗普讲的 完全是死敌 他要把中国给人整掉 那么就是说 我们按规则来竞争 对话和预测和掌控的一种疑地 然后在合作方面 就有更多的合作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们对中美 拜登当总统以后的中美关系 我认为应该看到 第一 拜登虽然是不像特朗普一样的 完全对中国敌对 但是他在价值观上 在理念上 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特别在人权上 在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上 涉疆问题上 我们要看到 中美之间紧张关系 不会改变 然后在贸易问题上 可以合作 但是它的主导 是美国来主导规则 中国按美国主导的规则来做事 所以我们的对策 应该是这样 第一 对美国的政治上面 我们跟 对美国关系的 中美关系的处理 我们要求就是 实行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过去阿玛巴的时候 我们要求是 新兴大国关系 实际上就是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大家和平共处 这是第一 第二 在经济上 贸易上 我们不急于去谈具体的东西 也不急于去追求某些具体成果 而是要决定规则 我们都用规则来办事 这个规则不是美国的规则 是世贸的规则 是国际公认的规则 在这个规则下 光有还不够 第二 和话语圈 不能够完全是美国来说了算 你像第一阶段的协议 就是美国的剧本 我们来搭 现在不能这样 要由中美共同来写剧本 中美共同来 平等的话语权 在这个前提下来谈合作 谈贸易 所以如果把这两个关系掌握好 那么很多问题可以顺便解决 然后下面就是中欧的合作 我们要继续进行合作 我们应该看到中欧有很多共同点 特别是特朗普时期 中欧的经贸之间 双边投资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个欧洲在中美的紧张关系中间 它不站队 它没有站在特朗普一边 但另一方面 它也不站在中国这一边 中欧关系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在价值观上 它有20秒 体验上欧洲根本不认同中国 所以中欧关系 今后还是一个既合作 又有很多复杂的斗争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中美 中欧关系都处理好 而且这三大块 能够在多边的框架下 能够实行某种和谐 那么对世界将是某种复印 谢谢 谢谢 有点超市 前年欧盟把中国定为 是制度性的战略竞争者 Systemic Strategic Competitor 制度性的竞争者 所以咱们刚才有嘉宾 傅先生说 拜登时代将会把意识形态 放在首位 恐怕也是跟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方面有关 接下来有请 A Vo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r. Michele Garaci 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的副部长 有请 谢谢 Thank you Yang Rain 首先我要说 我们还不是很确定 以后会是 拜登的时代 我们可能还要等 几天再决定 所以我等一下要说的是 假设 拜登会成为 下一个美国的总统 这是我的 我来的想法 I want to go back to what David Blair was saying before and I apologize if I jump into deepening the issue of the US relationship The way I see from a European point of view like you mentioned is that the way we see it is Trump was emphasizing focus on trade deficit and narrowing of trade imbalance while Biden let's call it left wing the liberal side of the left wing is focus more on ideology so I do see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continue but on different levels so China would not feel the pressure anymore to narrow the 300 billions of deficit with the US buying soybeans doesn't need to do that Brasil will be happy because now Brazil can sell soybeans Europe will be happy because forcing China to buy from the US would cause would have caused trade diversion from purchases Chinese purchases from Europe into the US so this could be kind of good news for Europe and good news for China that has less pressure on the current account but the ideology pressure will still be there because the maybe it's the American unilateralism or because the issue that the West cannot deal with a communist country to do better than a democracy I think this kind of tension will be there and it's one type of conflict let's call it that it's hard to solve because trade conflict can easily be solved by additional purchases by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free market state economy democracy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be followed but it will then not materialize in this anxiety on the social media on tweet but maybe behind the door so the pressure will be there on China but it will be less visible and for little that I know about China the fact that the discussion goes underground and not on the face it is easier for the Chinese side to deal with and so the dialogue will go deeper but behind closed doors let's not forget that when Kissinger came to China in 1970s not everyone in the US administration was aware that Henry Kissinger was getting on the plane so let's say secret democracy to mitigate this ideological issue is the issue that the Sen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ill be Republican so this left wing push that Biden would try to do the ideological we'll have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Senate that may at appears with two votes we don't know still be in the Republican side then that could mitigate the in so we may have a Bidenish Trump Biden kind of thing you know instead of America first is kind of by America instead of going heads on against China would be limited mitigated by this senate position but has and I'll make it very direct you know what you guys do what you like because we have this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now which means we will try to be less independent from the global value chain less independent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whether you do sell things to us or buy things from us we do care up to point and this is the thing that we want one the the fourteen year plan comes out if the idea of dual circulation means to have a core on domestic demand that would represent the bulk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n of course nice to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ut you know what if the uh us does no sell micro chips to China in the ne ne 18 24 months China will develop 7 5 nanometres technology to do it by themselves like they shown they can do it every time we have he export restrictions on supercomputers and on the technology issue so it it tricky thing to do export restriction because that can only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its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given that China has let forget it the hanger because we are still a Country that has e so we n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e e the size capital the weapons that are so estate on companies telecom so en en energie that deliver on this five year plan so this advantage of state economy I stop here by saying let us not emphasize too trade as a driver of growth because maybe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is the other round is growth and gdp that determines trade and l leave this as a question for later thank you very much dai chouse lameo meo meo goo goo maii thank you I preciate european awareness about discipline time constraints Italians are highly appreciate 孙勇 先生 有请 谢谢 谢谢杨瑞 我讲三个关点 第一呢 就是中美欧三角关系 在拜登时代 不仅仅关系到三个主要经济体 实际上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都是十分巨大的 第二呢 就是地缘政治 制度之争 道路之争 不应该影响 务实的 特别是跟经贸有关的合作 第三呢 就是在疫情的时代 特别是现在 无论是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 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 还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三方还是有很多的合作内容和合作领域 需要共同的这个认真的研究 那么我稍微展开一点 根据欧盟统计局 他们发布的相关消息 2018年如果按GDP 这个三个经济体在全球的比重 美国第一大概占24% 欧盟是占18.6% 那么中国呢 是占15.9% 简单的数学加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接近60%的全球的GDP 是在这个三个经济体当中的 因此呢 如果搞好中美欧之间的关系 对全球经济的复苏 是有重要影响的 这点不言而语 我就不想多说了 那么在这里边 比较复杂的关系呢 实际上我们一直认为 中美关系是双边最重要的关系 那么我一直在搞欧洲的经贸 事实上中欧经贸的关系 也是非常重要 这里边不光是因为欧洲与这个 美国有一种盟友之间的关系 还在于中国这个市场的体量 对欧洲太重要了 今天我参加这个企业的圆桌论坛 特别是德国的企业 就特别强调 在很大情况下 德国特别是汽车企业 中国的市场已经是 他们最大的单一市场 对于法国的很多名牌 这个企业 中国也是它的 这个最大的单一市场 所以中国的体量 14亿人口 特别是这个4亿的中产阶级 还在不断的这个扩大 我想不论是对欧洲来讲 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 都是有重要的吸引力 所以所谓的脱钩 是吧 从政府的角度可以这样讲 但是企业的本身的行为 说明一切 就是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 不论你是高科技企业 还是高通 还是其他的 这个跨国的生产企业 那么中国与中国市场的脱钩 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第三点呢 就是 这个我们之间 是有很好的 这个可能进行相应的一些合作的 比如说这个面对疫情 刚才这个陈老师已经讲了 美国面临很多问题 一个是这个如何解决 这个美国在疫情防控方面 目前好像不是很有效 已经超过24万人的死亡 那么欧洲的疫情第二波 甚至第三波已经开始反弹 中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 这个有效的控制了疫情 所以在疫情的防治方面 我们是可以进行相互的一些经验方面的交流 那么面对疫情 比如说在疫苗的研发 是吧 将来在这个疫苗 在全球的这种 这个实施和和这个防控方面 包括在复工复产方面 我觉得中美欧之间呢 都可以继续加强合作 产业链不可能 这个由于疫情就绝对的断掉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是吧 这个跨国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 会在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随着这种经济的复苏 这个供应链产业链 会逐渐的进行恢复 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看待 另外呢 拜登刚才大家已经谈到了 他如果要是上台之后的话 会从这个简单的这种 所谓单边向多边主义 这个靠拢 那么为将来我们之间的一些合作 包括在绿色产业 气候变化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 比如说WTO的改革 WHO的如何发挥 它的相应的国际多边的 这些作用方面 这个中美欧之间都有很好的这种合作的空间 另外自由贸易 如何能够这个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反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 我觉得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对于各方都是应该非常有利的 还有呢 面临的一些新的经济 比如数字经济 5G的发展 那么这个标准的制定 规则的制定 那么过去 还有30秒 国际规则都是美欧控制的 那么在新经济方面呢 中国应该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所以我想呢 在很多方面 中美欧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是对于全球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 忽然意识到 如果中国的政府部门 尤其商务部有这样头脑清醒的官员 当然您现在是前官员 我们觉得不管这个贸易战打多么的残酷 我们都会常常的舒一口气 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孙司长 以前我在央视当主持人都拒绝来我的栏目 现在他这个无关一身轻 说话也非常的真实了 谢谢 接下来有请对外经贸大学 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图兴权老师 谢谢主持人 我就接着刚才孙司长 关于WTO改革中的中美欧关系 谈几点看法 我的基本观点是 在WTO改革的问题上 其实各方并没有非此击毙 尼斯伯活的斗争 而是存在许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有很多的交集 可以去积极地寻求和扩展 首先在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上 特朗普政府对上诉机构的态度是非常不明智的 破坏上诉机构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 却会极大损害美国的软实力 也损害国际贸易体系的权威性 因此一个理性的美国新政府 应当立即恢复上诉机构法官的领选 至于美国关于中央解决机制的一些程序性的质疑 实际上中国欧盟包括其他的一些WTO成员 已经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应该可以缓解解决美国的关切 其次在目前已经暂停的 环境产品协议谈判上 中美欧应该合力推动 立即恢复谈判 并争取尽快结束谈判 拜登对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等问题非常关切 中国政府也已经明确宣布 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欧盟当然也是一直是 环保的积极倡导者 所以三方的合作的空间和意愿都很大 因此环境产品协议可以是 同时在环保和贸易自由化两个方面 取得积极成果的一个领域 第三在发展农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 特朗普政府想要强行 要求现有发展农国家重新分类的做法 是不可行的 欧盟对此也并不支持 中国在入市的时候 其实只享受了非常少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分歧 在贸易上的一些分歧 其实跟这个也没有直接关联 因此三方完全可以 本着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 通过逐案处理的方式来明确 发展中成员在特定议题下的弹性待遇 第四在所谓的非市场导向问题 尤其是补贴的问题上 美欧提出的一些新增 所谓的禁止性补贴或者有害补贴 从原则上来看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导致产能过剩的补贴 没有哪个政府会喜欢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 还有很多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这次疫情给大家的一个教训是 一个高效有为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一味否定或排斥政府在经济 产业发展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在补贴规则的改革上 除了要进一步明确哪些补贴可能导致不利影响 要需要加以规制以外 也有必要研究哪些补贴是必要的合理的 是在经济 社会 环境等方面 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 实际上各方对此都有自己的需求 所以三方也可以通过对话 努力制定一个更加平衡的补贴规则 所以从中美欧三方的经贸关系来说 WTO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 而且一个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 特别需要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 我就简单说这些 谢谢 This is amazing Less than 4 minutes 接下来有请谢陶老师 尽管非常有见地 但是您的名字 因为按姓氏笔话 不是按姓氏笔话 Following the alphabetical order 排在最后 吃点小亏占点大便宜 来 有请 OK So can I speak in English? Sure Whatever language you feel comfortable Yeah I'm from Baywise I guess I'm supposed to speak in English So I wish to make three observations One is I agree with what Mr. Blair and Mr. He just said It would be very dangerous to put a lot of hopes 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Biden was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at initiated the notorious pivot to Asia which was later renamed rebalanced to Asia to soften its aggressive edge He was he was also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at launched the aborted TPP which was widely viewed as a strategic attempt to constrain the rise of China So in all likelihood Joe Biden would be more diplomatic and he would be more skillful than Donald Trump but he would not be less competitive and less confrontational in his dealings with China My second observation Joe Biden is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president after four years of Donald Trump But he's also very unfortunate to be the president after four years of Donald Trump Because he's going to live in the permanent shadow of Trump and Trumpism So remember Donald Trump lost with more than 70 million votes This is the largest ever won by a Republican president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re was no clear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to completely reject Donald Trump's legacy And so in that sense Joe Biden has to really cater to some of these concerns of Donald Trump's supporters Also remember Donald Trump has more than 80 million followers on Twitter About 23 million on Instagram and 33 million on Facebook And so he could easily set the legislative agenda of the Joe Biden administration He could easily intimidate or coerce any Republicans who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the Democrats And besides Democratic Party has been losing white working class peopl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Donald Trump won about 63% of white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so if Joe Biden wants to make the Democratic Party not just a party of racial minorities A party of identity politics But also a party for the presidency and for all Americans He has to think about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that means Donald Trump's protectionism is good for Democrats And so do not easily think that Donald Trump, excuse me, Joe Biden would stop the trade war Or would decrease pressure on China My final observation Given the rise of across Europe of this right wing nationalist parties And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most recent finding from the Pew Global Research That across Western Europe,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n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downward And you also have to factor in that China provided a lot of medical supplies to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these supplies But with all this, China's perception dropped dramatically in those countries And in other words, a rapprochement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Obama, excuse me, Biden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rapproch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o let me sum up So we are now in the age of global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so China wants to continue to herald a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But when we look ahead, I think, you know, we are all facing this very strong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that's going to be a very serious challenge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for its domestic policies Thank you, Professor Hsieh for reminding us of the huge impact of ultra-nationalism and populism What you said about the legacy of the Trump doctrine Also reminds me that when Joe Biden was the vice president He could be viewed as part of the package of Obamacare The Obamacare also drew a lot of escaping criticism from Republicans And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rump opposed vehemently 希望台上的老师不要说话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brainstorming的Q&A 我们先把意识形态这个最有争议的话题放在一边 在我的规定动作里呢 排在首位的在下一个环节里呢 是新冠疫情COVID-19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也好 从中国的复工复产基本稳定了疫情这样的一个 比较令世界刮目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取得的成绩 也罢 从互谱相互学习角度来看也好 这毕竟是一个多方 不论是欧洲欧盟美国还是中国 可以坐下来谈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一个领域 可是这里面涉及到制度制度建设不一样 人们对于个人的权利的意识不一样 有巨大的文化差异 因此呢 从封城也好 戴口罩也好啊 这个强行的核糖核酸也罢 很多貌似有备于欧美 这个西方所谓权力的做法 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化里取得了卓越的 令人刮目的成就 而且这保证了中国的复共复产 那么请问各位嘉宾抢先回答 我不想点名 能不能就您的角度谈一下 中美欧三方如何就共同打击 他们共同抗击 他们共同的威胁 共同的敌人 能够形成一个United Front 从哪些方面入手 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而不是相互的指责甩锅 好 好 yes Mikhaila I think it goes back to what I was saying befor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for the West to learn from China because the attitude in the West and for sure in my country in Italy, in my government, in Europe and I don't know in the US is that there's nothing we can possibly learn from China this is lik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o this is a big psychological block to cooperation and this is I think the way that things are and the results are here the China grows at 4.9% and Europe of minus 10% GDP I think we have 100,000 new cases in the US every day Shanghai we have one and we all have the red codes if we have been to Shanghai so there is a different approach and the success of China is just like in technology like in advancement even on poverty there is someone that says yes, 800 million people but there is always this but attitude in the West on anything that China does you know Africa poverty yes, but the cobalt mines in Congo yes, but this so I think the work that we did with Young Ray over the last 10 years on TV is indeed aimed at making the world understand more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it's really for people who have lived here in China who fully understand because otherwise the perception from sitting in an office in Manhattan or in London or in Rome can never deliver the feeling of seeing how China has developed with its problem and challenges so we need to focus also on the opportunities not just on the things that didn't go well isn't it one of the universal values to have benefits of doubt yes, but so that's the major argument that Michala pushed forward can I have Mr. Tui who raised his hand first 好,谢谢 谢谢杨卫提出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在 抗疫防疫方面 中美欧三边合作 现在正在出现 一些比较积极的条件 和这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看 拜登团队 他的四大优先里面 第一个就是防疫 而且这个 如果说民主党 对特朗普政府 在防疫方面 有很多批评的话 我相信接下来 如果是民主党上台 他会很大程度上 改变目前 美国的防疫措施 而这个措施呢 一定程度上 他会向中国和欧洲的 一些经验方面靠拢 比如说采取一些 大规模的 这个封锁和隔离措施 这样一来呢 就会为中美欧三方的合作 提供一个基础 就是三方在防疫理念 和防疫措施上 逐渐的同步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很多 不必要的这种争论 第二个呢 就是 我觉得现在在机制上 因为拜登提出了 就是如果民主党上台的话 他要回归WHO 这个呢 也符合中欧呢 提出要在多边框架内 尤其是以WHO为主的 这样一个多边合作 抗疫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一个态势的话 毫无疑问 接下来WHO的职能 会得到加强 而中美欧在其中呢 应该说会发挥 更积极的作用 第三点呢 就是我觉得 接下来的这个 比较积极的迹象 就是三方呢 现在都致力于 在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 重心的逐渐转向 比如说疫苗的研发 当然疫苗的研发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 对三方是一个考验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能体现 所谓的多边主义公共产品 这个立场呢 还是说 把它作为一个 所谓争夺新的制高点的 一个工具 我们看到在这个 多边框架下的COVAX 这个疫苗合作计划 出来以后啊 第一时间 大国都没有参加 我觉得大国第一时间 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但是很快呢 中国成为第一个 参与COVAX的大国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中国 而且受到了欧盟方面 很积极的欢迎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表明啊 接下来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要看 接下来美国方面 有没有意愿 加入这个COVAX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中美欧呢 在疫苗合作 开发这一块呢 也可以形成合作 当然我觉得现在 可能对中国来说 在防疫合作方面 一个最大的 可能是一个陷阱 我把它叫 出头鸟陷阱 就是我们这边防疫 国内防疫防得越好 我们对外防输入 这个标准保持得越长 我们可能和世界 其他地区 尤其是和欧美 这个脱离 就是说不同步的 现象会加剧 而这样一来的话 会出现一种 比较尴尬的局面 就是我们防疫 抗疫搞得越好 但是我们在欧美 这种比如说 认同度啊 这种好感率方面呢 我们反而会下降 如果我们要想办法 要避免 这种陷阱的出现 对 这个崔弘健 其实讲的是 一种security dilemma 中国表现得越好 没有可能越感到 怀疑或者是不满吧 这个 我注意到辉瑞 最新一款的疫苗 我看今日头条的热搜里 占据榜首 说它的有效率达到90% 而且它的董事长说 它会免费提供给美国的 新冠疫情的感染者 那么这种在美国 至少被视为是 public product public service 对吧 那么中国 是不是大家鼓励 喝板栏根呢 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没法太实情化意 中国也有自己的疫苗出来 是不是一个 universal free product 请陈文玲 从您的角度 这个问题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 现在全球 包括美国 欧洲 中国 最大的合作点 是抗疫情 是使世界能够摆出 摆脱这场噩梦 这也是对人类生命的威胁 也是对世界经济的威胁 也是对世界未来的威胁 摆除这个威胁 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 所以呢 刚才崔老师讲呢 我就非常赞成啊 但是 我有一点 稍微不太同意的 就是 拜登 如果执政啊 还得说 如果执政 他会 重回 WHO 把抗疫情 作为 第一选项 这个毫无疑问 对美国 对世界 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呢 有四个方面啊 我觉得 可能 对将来的抗疫情 是有些障碍的 第一呢 就是西方的这种歧视与偏见 本来是可以避免这场人类灾难 中国有两个多月的窗口期 但是西方没有采纳 所以西方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接踵而至 其实 这和西方对中国的 歧视和偏见 傲慢与偏见 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呢 就是 政客的执政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的疫情 和美国执政者 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呢 公众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复制的 那么中国的公众价值观呢 我觉得 天下围攻也好啊 厚德载物也好啊 遵守公共秩序也好 我觉得在这场疫情中表现特别突出 那么在 社会公众的比较中 中国我认为是最好的 第四呢 就是医疗路线 那么各个国家呢 为什么这么严重 我觉得都在等疫苗 在等待的过程中 造成了疫情的 一波又一波的泛滥 中国也没有疫苗 中国为什么能够战胜 我们体制优势 我们习近平为核心的党政量领导 但是我们还有中西一结合 我们的中医药呢 在全国服用率 93.1% 在武汉 整个湖北服用率 90% 北京抗击疫情服用率 100% 所以我可以说 中国的中医药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没有被WHO充分认可 也没有得到世界的充分关注 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医术 对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财富的一种 无视 或者是蔑视 我觉得这几点呢 如果能够解决 那么在WHO的领导下 各个国家能同心努力 我觉得战胜疫情是有希望的 我记得陈首席的补充两句 中美欧之间在专业层面的合作 早就开始了 对吧 专业层面的抗疫合作 因为医生之间 它更好的交流 只是美欧之间 还是有一些固有的这种 偏见 傲慢 有可能更多的是 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 那么 那么后来我也想 特朗普也炒掉富奇 这个 如果是拜登上来的话 拜登说 我还是继续上来干 这个可能会 倾向于 倾听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怎么有利于 至少家乡一鬼半之间的对话 但我对美国政府 就是说要向中国学习 这问题我不持乐观态度 在我认为美欧之间 它根本不认可 你这种体制 对吧 而且他们的开放的社区 它的这种风俗也好 它不可能造成过一样 去实行一种封城的封区 那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他们的前景呢 就是 在美国估计 可能是到明年底 现在防控处 一靠疫苗 二一个可能就是 还是要 还是要靠这个群体免疫 记得没有 好 曹先生 我们接下来 曹先生发言完了 我们可能进入到下一个话题 是中美欧之间的经贸关系 对 中国科学院呢 实际上和美国科学院 还这个学术界 一直就围绕这个新冠 底下有讨论 但你在媒体上看不到 英文呢 两国关系的原因 华盛顿有华盛顿politics 北京有北京politics 我不讲 具体什么了 这里都讲呢 就是 我所做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一代一路科学组织联盟呢 也在推 在第三国开展疫苗的合作 三天临床 像现在签的协议 就在此时 就在乌斯伯克斯坦做 同时呢 也跟一些发达国家 进行联系 那公司呢 智飞的公司 一个非常好的 recovering protein vaccine 它可以mass produced 而very safe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西方呢 因为它的标准比较高 所以它也不敢去接 你比如美国 你捐了口罩 可以跟你惹麻烦 所以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实践人类民营共同体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重要 就面对跟美国 不管怎么样 这个我们要积极去跟美国接触 推动两国关系的感觉 来串到更大的好的环境 但是呢 这个美国啊 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对不起 我展开了 实际上呢 这个美国的 这个 现在的不仅是bipartisan 它有gremen 关键有中层的 中产阶级的土壤 因为人民20年啊 美国没带着好处 也帮了你中国 而且有时候你呢 还不收gratitude 所以中美之间的挑战 是非常巨大的 有深刻的社会土壤 就是我就讲那个 这个疫苗啊 还是很难很难 跟西方合作的 那个接下来的话题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沉重 覆盖面极广 可能很耗时的 它是谈这个三方 中国跟西方吧 之间的经贸关系 我们知道 那个四五年战后呢 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呢 是以这个World Bank IMF WTO 之前是那个GAT 关税贸易贸易总协定 还有呢 这个布雷顿森林 这个体系 决定的这个美元 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 但是呢 从几次金融危机到现在 美国的国家信用 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那么 目前这个新的 拜登时期 这个中国跟西方 按照美国的要求 一再在规则之上 要进行公平的竞争 那么这个规则 首先就来自于 对中国 现在的地位的承认 实力的承认 它是不是一个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的WTO 等等 那接下来我想请 我以前听过几次 陈文玲老师的发言 她呢 对美国的国家信用呢 一直持有批评的态度 今天能不能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再跟大家 说一下 您对这个 后疫情时期 中国跟西方的经贸关系 存在哪些最大的障碍 我觉得现在呢 这个最大的障碍呢 是美国特朗普政府 已经破坏了国际规则 把国内的法律法规 凌驾在国际规则之上 用美国的1930年的 关税法 1973年的贸易法 作为法律依据 来制裁中国 制裁其他国家 那么把整个世界 搅得天昏地暗 然后呢 在WTO这个组织呢 处于停摆状态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 那么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执政呢 大家还会继续啊 但是现在他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拜登执政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他能回归到 这个WTO 那么现在呢 对中美之间呢 就是第一呢 需要取消 特朗普政府加征的高额关税 使贸易回归到正常 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中美贸易 还是不能正常进展 第二呢 要找人长远 要构建于稳定的 可预期的中美的经贸关系 特别是投资关系 咱们2016年啊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 四百五十六亿美元 那么2017年 由于美国收紧 下降到二百八十美元 二百八十亿美元 那么2019年下降到四十八亿美元 今年 今年不到两亿美元 所以呢 这个投资秩序不可能正常 贸易呢 因为美国市场对中国进口 因为它是刚性需求 所以还是今年一至三季度呢 上升百分之二十 我们对美的进口呢 有所上升 但没有这么大 说明美国制造业啊 已经产业空洞化 原来二战的时候呢 制造业占美国GDP总值的百分之七十 现在下降到百分之十一 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 它所生产的产品 连美国市场需求的百分之四十 都不能满足 它要需要从一百零二个国家进口 其中最多的是中国 这个按照它对贸易制裁是五千五百亿 现在呢 我们这数字啊 上下 就在这上下 所以我们占它贸易逆差的百分之四十八 今年去年百分之五十二 所以我也就是说 来自美国市场的需求百分之五十 以上是中国提供的 你是用这个美元的信用货币 买了我们的15商品 现在你还打贸易战 所以我觉得拜登呢 他必须回归到 这个国际贸易规则之上 而不是用延续 特朗普的这个国内贸易规则 打的这个贸易乱仗 另外呢 投资必须开放 那么科技 必须重新挂钩 形成稳定的 中美两个国家的 产业链相互嵌入的 稳定的这种关系 OK, thank you very much I do appreciate your accuracy in using the statistics and clarity in giving us a very insightful analysis Thank you very much David Blair David Blair M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Is it likely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f he should be elected in a few weeks to return to TPP which is the platform for regenerating kind of rules so that the threshold is likely to be raised to impose more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if we are to reform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n the TPP rules might be a huge challenge is that the prospect for the two economists US and China in the near future Well,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any trea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a vote of 60 seats in the US Senate It's not just a presidential signature so no he's never going to get 60 seats in the US Senate and that requires that also requires enabling legislation from the House which probably also would not pass so I don't think there's much chance he may sign the document but it's not going to become US law in my opinion I wanted to say one thing One thing that gives me a little bit of hope is that during the arguments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en the US decided to invade Libya and to and just at the last minute or the last day President Obama decided not to send troops into Syria reports are that President Biden possibly President Biden opposed that at the time opposed both those invasions whereas Hillary Clinton was the strong pusher for both of them so that that gives me a little bit of hope and I I hope to see I hope this the coming administration you know Trump at the last minute stopped the US attack on Iran he's made things much more calm in the Korean financial and has made things much better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states I hope that the upcoming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abandon those fairly huge foreign policy accomplishments I I I've got one anecdote I want to tell you I know we're out of time but I don't think people here quite underst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in China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 had a disturbing with a journalist last night who is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ich organization because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one of the major US news organizations and I was trying I was trying to pitch him to tell a story about entrepreneurs in China saying this is a really good human interest story and the response was we're only allowed to tell critical stories about China and thi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been very much in Biden's camp throughout the whole campaign so I think there's a very big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not really going to go away immediately I have a hard time seeing that change it's pretty sad isn't it that we don't have a single friend in the Capitol Hill at this moment to defend the seriously flawed and faltering US-China relationship at this moment but the chaos in Libya led to the killing of a former US ambassador in Libya but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istakes that Hillary Clinton when she was Secretary of State made in those days well the mistake was going in to begin with we basically had an agreement with Gaddafi that if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e'll leave you alone and we violated that agreement so nobody will ever make that agreement again the Lockerbie disaster he was punished for that economic embargo was imposed I agree he was a bad guy he's a bad guy yes indeed but Benghazi and the other tribal culture was involved in the head-on collis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rospects of having a seri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trust between the two major economies do you think that Jude Biden will likely come back to the S&ED table and start a serious talk well I would say it's very unlikely you look at U.S. domestic politics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starting from 1992 Bill Clinton has become the party of free trade 1994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2000 under Bill Clinton China joined the WTO and then in 2010 Barack Obama launched this TPP so you see the Democratic Party starting from Bill Clinton had become a party of free trade whereas starting with Donald Trump Republican Party has completely reversed its own position of free trade and now Republicans are becoming the party of protectionism so I think Joe Biden would not want to be upstaged by Donald Trump in terms of protectionism so he would perhaps be even more protectionist than Donald Trump to regain that kind of mantle of protectionism for the sake of workers and labor union support and those still remain pretty much a strong electoral support for Democrats unless like I said Democrats want to just continue with thi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y would continue to lose support among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people Democrats deserve credit for at least one fact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was able to separate human rights from the discussion on MFN paving the way for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in the year 2003 and Joe Biden was in China to help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our entering into the WTO he was also twice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 Senate so hopefully we we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and place expectations on history or positive one in coming back and resuming a healthy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ajor economists any other opinions from Cui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好的 我觉得现在 如果说中美欧 在经贸领域 要有更好的 合作的未来的话 我觉得现在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三方 必须要确立一个原则 就是还需要 去政治化 我们知道 在过去四年里面 实际上影响 三边 经贸合作的一个 主要的困难 就是政治化 我们看到 现在无论是 美国方面 对中国企业的 陷入打压 包括欧洲方面 现在也在不断地 升高它的 贸易和投资壁垒 这样实际上 很大程度上 阻断了 或者说延缓了 三边的经贸合作 还有呢 第二个 我觉得需要解决呢 就是三方呢 怎么在面向未来的 大家现在都要提 这个产业量调整 或者说新兴产业的争夺 在这个领域呢 三方能不能尽快地 达成规则 我们看到 无论是绿色产业 还是数字产业 现在至少在中欧 双方呢 是已经有共识了 但是在规则层面呢 现在没有共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在规则领域啊 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领域 因为这个领域呢 首先它会决定 这个未来的竞争力 然后标准 而中美欧三方的做法呢 都不尽相同 所以怎么样在 从三方各自的角度出发 然后最后找到一个 能够被国际社会多数 经济体所接受的 这样一个共同的规则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当然我觉得可能现在 接下来 在接下来四年 这个短暂的时间啊 这些目标呢 很难都达成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四年 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态 一方面呢 三方的价值和目标呢 分歧 但是利益的这种连接度啊 会继续去 和这种政治上的矛盾呢 会继续去纠缠 而且同时呢 这个所谓的产业层面 因为我觉得现在 实际上三方已经转 从最初的贸易和投资者的 这种争论啊 现在已经转移到 产业和科技的竞争 在这个领域呢 我觉得会出现 比较复杂的现象 就是在比较底层的 传统产业这一块 传统的贸易这一块呢 应该说基本上 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未来的 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的 相关的资源的争动上呢 三方呢 可能会进入 如果没有共同规则的话 三方可能会进入一个 比较残酷的一个状态 何伟文先生 谈完之后 我们可能过渡到 科技方面的挑战 其实我特别想 个人想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国际金融秩序 因为长臂管辖 尤其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中兴公司也好 华为也罢 当然这个是下一个话题 科技 实际上是关于 6加1机制 被那个特朗普政府 撕毁之后 不仅是中国 与伊朗打交道的公司 包括欧盟 很多跨国企业 都受到了长臂管辖 于是这里涉及到 一个美元为基础的 主导的Swift 它这个金融制裁 使得中欧纷纷躺枪 那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如果何先生 你要有别的 talking point Just go ahead 对不起 谢谢主持人给我时间 但是我恰好不是谈这个问题 可能现在会议的精神 已经思维已经转到金融上了 很抱歉 我把你们暂时拉回来 接着讲贸易 前面的这个我都赞成 要处理要保持一个稳定的 能够向前发展的 中美欧经济贸易关系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首先 把第一位放在 跟亚洲的贸易关系上 根据我们的地缘贸易的 比重来看 2019年 中国全球贸易 各个大地区的比重 第一是亚洲 52% 第二是欧洲 19% 北美加在一起 总共只有14.9% 所以呢 而且特朗普打贸易战子三年 2020年1到9月 美国在中国的全球贸易的份额中 下降了2.0个百分点 东盟上升的2.3个百分点 拿走了而且有余 欧盟上升的0.8个百分点 欧盟指的是 今年指的是欧盟加英国 因为按照老口径不变 也就是说打贸易战子三年 美国下去了 欧洲小的进步 亚洲进一步上去了 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 第一亚洲 第二加上欧洲 第三是北美 如果我们把这个亚洲欧洲搞好了 70%就稳定了 而且对美国呢 我们应该有个底气 就是说尽管它不停地施加 压力不停地动 但是美国丝毫没有力量 来阻挡中国产品 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市场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今年前三个季度 中国今年七八九十四个月 下半年以来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比2018年历史水平上升 增加了5.1% 而2018年是我们对美国出口 最高的年份 这四个月的月平均达到 434亿美元 而2018年月平均对美出口 是398美元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超过了 历史最高水平的 对美国出口的进度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应该有底气 不要就是说 对方提了个中国 什么不是 什么不是 我们就赶紧改 当然我们需要改 但是我们是能按照 国际规则改 而不按照美国的利益来改 如果我们有这个底气 看住了我们的大盘所在 顺序所在 那我们就可以从容对此 谢谢 接下来呢 是一个非常性感的话题 就是5G 华为 The issue of Huawei or 5G seriously divides if not erodes the commonality and the business stakes betwee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government agreed to postpone or to cancel their cooperation with Huawei by the year 2027 so during the run up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UK following its Brexit and whether Germans French other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take side with Britain sharing their own concerns on the future of 5G or many things could be don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stak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m talking about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over the issue of 5G and Huawei can I have opinions first of all from孙永福 you used to be in charge of business negoti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rospects 关于武器的问题 这个奥巴马时代 应该说 这个 逼迫着 很多欧盟国家 选边战队 如果拜登上台以后 我觉得 欧盟的压力 会减少 我觉得 5G的选择 对于欧盟来讲 如果它独立选择的话 性价比 还是华为最好 这个 事实上 已经有些国家 铺了很多 华为的基站 也就是说 它前期的投资 如果换到 其他供应商的话 会经济上造成 很大的损失 而且欧洲 是古老的国家 这个5G的基站 据我所了解 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华为的一个经济 另外呢 个头小 随便安装在哪儿 是都可以的 这些发达国家 不是很多地方 都适用于大型的 这种装备 安装的 所以我觉得 从欧洲本土利益来讲 从价值本身 这个华为 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但是我的感觉是 5G的前期的投入 比较大 而欧盟现在 从经济实力上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另外5G的运营 它的这个应该说 还是要需要 财力的强大的支撑 而给我感觉 现在5G的应用场景 在欧洲 是有一定困难的 除了像德国这种 从工业角度 应用5G会 加速它的这个 比如说产业 价值链的提升 但是在很多国家 可能它的应用场景 反而倒成为问题 所以我倒不担心 由于美国的压力 迫使它的 这个选边战队 从它本身自身的考虑 就是它投资的价值在哪 是不是有一点超前 是不是还没有到那个时代 这是我觉得 可能欧洲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请图兴权老师 谈一下 因为您一直保持沉默 不知道这个领域 是不是您平时关注的 就是这个数字技术 第五代的移动通信的 这个芯片的核心技术 以及在拜登时代 这个中美欧三边 会不会能够缓和一下 这种科技上的切割 您觉得这个美国决心 与我们高科技领域里的切割 会不会很严重地影响到 跨大西洋的关系 好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我想先对那个David 刚才那个观点 稍微做一点回应 因为他好像 我们感觉比较悲观 就是觉得 因为这个美国两党之间的 一个对立 包括民主党对国会 并没有一个控制权 好像拜登就不能做很多事情 其实我觉得特朗普 这四年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教训也好 一个经验也好 就是其实美国总统权力 还真挺大的 他可以通过很多的行政手段 去做很多破坏性的事情 我想对拜登 如果说拜登能够上台的话 他其实有很多容易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roll back 很多特朗普的一些 不好的行政命令 或者说政府的一些做法 包括这个5G的问题 其实这个5G的问题 应该说 我个人觉得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如果他认为 华为的5G不安全 美国完全有权利 不用 但是呢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 外交的施加压力 去迫使其他的一些国家 也要拒绝华为的5G 这个其实也不是 任何的立法行动 就完全是一种外交的 或者说行政的行动 那么如果说 这个拜登政府想要改善 或者跟中国的关系 表现出一个善意的话 即使你只要停止这么做 就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 当然如果说 你可以再往回 收一些 或者说取消一些 过去的一些限制性的做法 包括对这个 华为 包括对中心的一些限制 那么实际上对华为呢 这个 现在其实包括美国国内 也有一些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 如果说你认为5G 可能确实涉及到 国家安全也好 信息安全也好 你要限制华为的5G 一些设备在美国的使用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或者说作为我们中方来说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实际上华为本来就没有 进入美国的这个通信市场 但是呢 像现在美国 对华为的很多芯片的 禁售 这种限制出口 实际上是远远超出5G的范围的 那么对很多华为手机 甚至是电脑 或者说笔记本 平板电脑等等 一些芯片的使用 出口 也要限制 这其实完全超出了 起码的一个合理的 这种国家安全的考虑 它跟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 它完全就是为了打压一个公司 实际上这个对美国来说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也没有意义 这个 以现在美国的这种做法来看 其实要完全的杀死华为 其实好像也做不到 但同时呢 它又会损害很多美国公司的利益 对 其实英特尔高通已经损失很大 它是沙滴一件自损八百 国内也国在这方面 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Mikala between handset core network and the run radio access network and this is in the three layers of let's say security core network is very sensitive the run is so-so and the mobile handset are less of a problem that's why just a few days ago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has allowed the provision of microchips for Huawei if they are used for handset only so of the three layers one door has already been opened on the core network there is pretty much no chance nor interest for Huawei to do European core networks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issue so the only remaining unknown is the provision of Huawei equipment on the radio access network I think this is a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for example in Sweden unlike the US Sweden has said we the Swedish court a few couple of days ago stopped the previous decision that was banning Huawei from bidding for the run network so now they are re-auctioning the 5G frequencies because Swedish thought it was not proportionate to the risk to completely ban Huawei because you cannot ban a company just in case you do ban when you have proof of certain illegal activities but an ex-ant ban was deemed to be illegal in Sweden I think so this is the discussion that technology needs to be focusing on how dangerous or risks is the radio access network the other thing to consider is that in Europe we don't really have a European provider of alternative we have Nokia which is Finnish not European we have Ericsson which is by coincidence Swedish not European and in Europe we really have now big company that does data storage and this is in a way the result of a bad EU policy that has always been looking after the consumers so has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European champion has always been very tight on antitrust and monopoly so that now we do not have a European player and so now we say maybe yes need to Huawei that he is never a player Samsung but we really don't have an alternative and this is hurting Europe a lot so if I was Huawei I would just explain that the radio access network may not be so problematic and it is the core that is a problem and Huawei has no intention to do core network anyway in Europe this is very simple solution which I know has many other phases okay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and may I give the floor to David Blair to conclude our brainstorming on the issue of Huawei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most likely to be the only formidable force that will reshape the prosp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your terms so may I have the honor to invite David Blair though you declare over and over you will not represent the voice of American government I don't have any first hand information I don't know anything other than it's in the press about Huawei but my understanding is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made clear to NATO allies that if they deploy Huawei 5G networks that we won't be able to we won't be willing to shar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with them and they don't have their own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so I don't see it changing I could be wrong but I don't see that changing really So you are coming back to the issue of 5G alliance Sorry the 5I alliance No not only 5I NATO NATO OK Yeah Sweden is not a NATO ally by the way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Thank you and also thank you 大家在观众 谢谢您的时间和关注 谢谢很多